田北辰議員 多謝主席 局長 香港70歲以上的長者有80萬 絕大部分在短期內都不會打到三針 是最高封險的一群 第五波疫情何時受控沒有人知道 而期間兩成的人數會受感染 是一個合理的推斷 即是16萬長者 所以我認為 扣入足夠的輝瑞的高效口服藥 預備這16萬人 是今天的重中之重 梁美芬議員卿長那個生命 如果今天有這件藥 其實很有機會救得回 這件藥一個療程是5天 早晚兩劑 即是每個高危的確診者需要10劑 即是總共需要160萬劑 我這個推算 是連何百良總監都公開認同的 我追問了多次局長和特首 都先後說三月中到貨 是足夠數量 但是怎麼都不肯說是多少劑 為什麼要這麼神秘 用公託 我們都有知情權的 我從其他渠道得知 三月份只會收到約莫是10萬劑 而未來幾個月 都是只有幾十萬 和這個160萬的目標差了整條街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 你是不是認為三月份 一萬的療程 即是10萬劑 是足夠呢 第二 這隻全球都在搶購的特效藥 我理解是對付所有變種病毒者都有效的 你有沒有請求中央出手 盡快入貨 尤其是韓政副總理公開講過 我們要的東西 它有求必應呢 局長 主席 多謝田議員那個問題 第一 就是現在這個新冠藥物的供應 主要是兩種 是剛才所講過 一就是莫立皮拉位 第二 另外一種就是克斯諾維德 是這兩種藥物 其實現在我想醫管局等一等 是可以再報告一下整體的情況 我想報告的就是 第一 我們對於這個藥物的採購 是非常之注重 其實我和特首都是分別去信了藥廠 是請他們是要盡快 或者是第一 就是令到我們採購成功 第二是盡快送給我們 亦都通過特首是幫忙 其實它的整體送貨的整個時間表 亦都是加快了 第二就是現在其實已經是開始 在老人院社那裡派發 由我們醫管局的司機隊 即是他的老人科專科的醫生 現在開始正在準備 局長我不是說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 你先讓他回答一下 我們不能這樣回答 你先讓局長回答一下 但他回答不到我的問題 他很懂得盡其他地方 你有沒有要求中央出手 田北辰議員 你先讓局長回答一下 好嗎 不是我叫他們認識你的咪 局長 是主席 我剛才說了 特首都是親自關心 以及去信不同的人士 藥廠他們也是非常幫忙 或者主席 有沒有叫中央幫忙 講講藥物的整體 我想問的有沒有叫中央幫忙 麻煩你關掉田北辰的咪 是醫管局麻煩 剛才田北辰議員提到16萬獎者 根據我們採購藥物的口服藥 其實現在是足夠給這些獎者的 就是現在我們的課員 他其實問兩個問題 你們不回答 可以說不回答 其實他就問他覺得是10萬劑 可能你們覺得10萬劑都不夠的 這個是他的數字 還有他問什麼時候讀 現在你能不能回答這些課 是不是來了香港 是足夠的長者用可能的劑數 不止10萬可能 多過10萬可能少 你這兩個問題可不可以回答 你不回答不要緊 你說你不回答就行了 主席請醫管局 醫管局麻煩 我們現在只能夠夠蓋這些16萬獎者 就是那個數量 就是3月份來的東西 現在還要一半而已 就是沒有來的 陸續還有來的對不對 是的 陸續來的 但是現在手頭上 我們是足夠用我們的獎者 那他的貨是慢慢分批來的 你接觸了的長者 可能未必能給他10萬劑 他們都可以吃著 先一路來一路再補充 是不是這個意思 逐一批來這樣 剛才局長不停在說 說那些電話 遠程電話是接得到 互信等等 是有 熱線是打得到 但是我想告訴你 事實不是這樣 你真的聽一下坊間 如果真的這樣 不會有失救在家裡死亡 不會有小朋友 在家裡送導員救不回 事實不是這樣 是電話永遠一輩子都打不通 是沒有退銷藥食的 這一點要不然你就加人手 但是千萬不要再這樣說 說已經做得很好 熱線有人聽電話 是沒有的 如果你需要 我們可以雙所有地區的電話 轉介給你接聽 這是第三 最後一點 就是醫管局我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很需要醫護人員 留守幫我們 但是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一個要求 勞福局那邊 將這個新冠病毒的病 是列為這個職業病 是可以保障到我們員工 疫情已經兩年了 這個仍然是一個很大的缺口 謝謝 關於另外 除了減重症和減死亡 減感染 其實都是我們其中一個 非常之重要的工作 陳議員說得對的 主要是兩方面 第一就是我們的檢測 在檢測方面 其實過去因為有很多的實驗室 其實他們是有一些滯後 整體的情況是不理想的 所以一定是要處理這些滯後 一方面我們是將風險最高的 例如好像是遺風強檢 其實每天大家留意到我們是增加了的 而因為是有一些排隊的情況 以及也是有一些報告滯後的情況 我們在我們的強制檢測那方面 是稍微緩減了一些 但是也是在遺風強檢那裡是增加的 而最近剛剛這一兩天 我們也是重開 因為看到情況這些滯後 已經是做好了 所以就是重開一些流動的採養站 使得市民如果想做核酸檢測 是更加方便 第二方面當然如果是減感染的 就是我們的隔離設施 一方面是興建更多的隔離設施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 將適當的人士 是放在這些隔離設施那裡 作隔離的 所以我們會更加 將老人家作為優先 以及去及早去評估它 如果有些就算是在家裡 但是也有風險的老人家 我們都會盡快放在隔離設施 陳議員所說的我們醫管局的一些熱線 其實現在已經是一直加 已經加到超過100條 也都是除了醫管局的同事 都是請很多各大院校的醫護的學生 都是一直幫忙 這個我們一直會加大 希望盡快可以處理到現在外面的需求 請醫管局說一說職業病的醫管局 先營機 折